好,各位棋友大家好,那视频开头呢,首先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那这盘棋是前两年,深圳旭对战谢科的一场往棋赛 这场比赛呢,主要是为了后面的应试杯决赛,我们提前预热一下 看看这两位棋手历史上的交锋情况如何 那么这局棋,深圳旭直黑,谢科直白 开局啊,走了一个一肩地夹,然后谢科,双飞硬 深圳旭靠牙,白旗右下角一碰 这一手碰的这个意图呢,主要是想,不管黑旗往哪边走啊 比如说他下班,我就反班,把这个方向转到右边啊 这样的话,白旗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打散黑旗的这个大空 实战,深圳旭走的是上班 这个是一个常规的定式啊,黑旗打,白旗冲完之后 贴进去,然后黑旗提,白旗把下方这个子一抓 黑旗再一打 走到这之后,主要是要看这个右下角结材的关系 当然现在是开局阶段,结材比较少 所以说白旗可以不用着急去打这个结 比方说你去守一个角,黑旗补一手,你再去守一个角 什么时候这个结材有利的时候,再放心大胆的开也来得及 实在呢,谢科就直接开葬来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年轻气盛 下一手旗,白旗上方斑 这个地方确实也是有丰富的结材库啊 这个是白旗的开结资本 黑旗要断,白旗再一提 接下来一手旗,黑旗是必须要去补一手的啊 这一手旗一方面当做结材使用 一方面呢,当做灭掉这个白旗的结材 都是必然的一手 下一手旗,谢科,肖杰 然后黑旗再往上尖顶 总的来说,这个转换啊 还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双方各有利弊 那么实战深圳序走的是尖顶 这个旗呢,如果你往二路飞 同样也是可以的 你飞的话,白旗大致往这个外面去大飞 只不过你尖顶的话呢 就像实战一样,白旗这多了一个三三的好点 那么这个黑旗肯定是不可能从这儿去挡的 这个方向完全错误 被白旗一搬啊 黑旗太过于重复了 所以说黑旗局部只有两种走法 要不然就像实战一样立下去 要不然就二路搬 这两者的区别呢 就是下力对于白旗脚上的这个死活影响更大 搬主要是想把围空的方向转到外侧 如果你搬的话 白旗一下力 你再乎白旗挡住 这个脚上你是杀不掉的 你冲他就挡 不管你往哪边断 你断哪,白旗吃哪 这个总归能活一半 那么黑旗大致呢 也就是把这个边给围住 白旗补一手,黑旗再补 这个是一个互为的格局 实战,深圳叙事下力 想要杀脚 白旗立下 黑旗冲完之后 有一个二路点的妙手 那么这手棋一走啊 这个白旗以后一沾 黑旗贴,白旗局部是不活的 但是这个脚虽然说死了 但是它有非常多的味道 黑旗非常难以下咽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从实战看到 下手棋 谢科是直接在右边点了一个 这个其实是想破空 其实白旗要是走的缓和一点的 你可以先往上方逼 这个逼始终是个先手 黑旗得补一手 那么白旗再往回拆 这个也可以慢慢下 因为黑旗就算右边去围一手 一手棋也补不干净 白旗就算现在打入进来 也来得及 实战谢科比较直接了当 走这 黑旗呢,点三三 其实这个时候 AI始终觉得在上方 不管是黑旗白旗 去拆一个或者补一个 都是相当之大 因为这个对脚上的味道特别的好 实战深圳叙事 就是点完三三之后 被白旗逼过来 那么这个旗呢 还是应该补一个 怎么补 接完之后 二路再小接 你看他实在没有走 就是又回到这个 左下去点了一个三三 深圳叙事呢 这个抢实地抢得特别凶 但是 你看谢科的这个 杀手锏就露出来了 粘了一手 先把脚上的便宜 先手走掉 再往二路一拖 这个是一个局部的手筋 这个棋 黑旗冲的时候 白旗还可以顶住 这样的话 黑旗已经没办法切断了 你首先 打这个也不成立 对吧 打完之后 白旗反打一下 直接拐下来 黑旗的气太少 所以说当白旗 拖了 在顶的时候呢 黑旗也是只有往外冲 白旗再一度 这个地方刚好可以回家 所以说 这一连串的这个走法 黑旗是又亏了 深圳旭在该补齐的地方没有补 结果被白旗 起死回生 下一手 黑旗继续小尖了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旗行的要点 不然的话 以后白旗不管是跑也好 还是这儿的翻打 黑旗都非常的难受 补了一个 这手旗同时还瞄着这儿的一个笔顶 白旗下方还有一个断打 所以说白旗一定得补 实战 谢科是靠牙完之后再一尝 先把上方围住 黑旗在右边夹击了一手 现在的主战场呢 就回到了右侧 那么白旗肯定是不愿意往这儿 直接扳回的 这样走的话 效率太低 而且以后 二路啊 还留了一个断了之后的打结 所以说白旗一定要把这边 尽可能的掏光 实战 谢科走了一个 拖完之后断 那么就给深圳旭出了一个难题 其实现在黑旗来讲 对付这种扭十字的形状 你就尽可能的把白旗的子走中 因为黑旗周围非常厚 战斗起来完全不怕 你可以先去打一个 再贴住 白旗顶的时候呢 你刚好可以搬回家 因为这个地方白旗也没办法冲 冲的话外面一打吃再一闷 这个白旗不行 走成这样 如果说白旗还是要利用一个弃子 去把下方给穿出头的话 那么白旗之前的一系列的交换 等于说全都在窥幕 这个是黑旗的一个理想图 实在呢 这个深圳旭走的有点普通啊 就是扭十字长一方 结果谢科非常舒服的 从这一打出来 实地损失的也不多 这个黑旗的旗形就裂掉 那么这个旗呢 黑旗还是应该单长 实在啊 深圳旭是往回退了一路 走了单打 这两手的区别 主要是长的话 被白旗继续压 他可以纠缠住你 一旦黑旗被纠缠住 那么白旗再往底下一补断 对于右下角的黑旗 影响是非常大的 你得出头 白旗再长 你还得继续出头 就等于说你在这儿 得花很多手旗才可以安定 然后白旗再一沾 你黑旗再往中间跳 这样的话 黑旗怎么说呢 始终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存在 白旗还可以把中央给挖掉 把自己的锻炼补牢 再往下一震 这个黑旗很危险 所以说深圳旭想 尽可能不影响到底下 他就选择远一点打吃 打吃完之后 白旗滚包 再往这个二路一搬 其实这个旗下到这儿 可以说谢科的这个布局 是相当的成功 不仅是上方的 这个逼完之后的 二路拖的手筋 还是说右边 这个腾螺的技巧 都是让深圳旭 处理非常的不得当 导致黑旗现在陷入一个 空也不算多 然后还多一块 姑奇的尴尬局面 好 那其友们 我们稍事休息 下节视频 给大家继续带来 中盘的讲解 好 各位七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 深圳旭对战谢科的 这场网棋赛 那现在谢科往右边 一搬黑旗中央压 这个旗也是为了 发展中央的这个潜力 白旗搬头 黑旗下一手旗一断 这个时候白旗 由于气井 你也只能打完之后再长 黑旗 下一手旗走的是跳 这个旗 黑旗是不能马上出动 三颗两颗子的 因为被白旗往这一断 黑旗局部已经崩溃 你肯定不能往上打 往上打 这个黑旗直接关门吃 往外跳 白旗先手一长 上方一打 黑旗这个旗筋 仍然是个街不归 这个黑旗不行 所以说只能跳 白旗上方贴住 这个旗 白旗千万不能贪心的 去吃在外面 不然的话 底下这个地方是有旗的 黑旗一打 然后再来一个笔顶 这个白旗的旗形 缺陷非常大 气特别的紧 你如果沾上 黑旗往这一贴 挡住 黑旗再往这一贴 马上有一个倒扑 白旗再沾上 那么右边这个白旗的气 就明显是杀不过黑旗了 所以说 这种地方一定要谨慎 把这个贴住 黑旗跟着贴 好 接下来白旗把这个头一长 这个头是一定要针的 如果被黑旗拍到这一下 那这个旗白旗就太过于被动了 并且底下的这块姑旗 黑旗也是瞬间转为为安 下一手 白旗长 黑旗大跳出头 那么接下来 谢科似乎是价值判断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走的是左上方这手打 吃这两颗子 确实肉眼可见的价值特别的小 现在局面上最大的地方 明显是右下的这手挤 这个挤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一方面补掉了黑旗外面的这手段 再断的话白旗可以加持 另一方面也是补掉了这个二路 黑旗可以搬下来跟白旗做节的这个手段 这样出现一个节 非常影响白旗大龙的死活 所以说这手挤必不可少 那么实在呢 白旗是回到左上 打持这两个 这手棋一下子让胜率掉了有20个点 深圳旭选择从这儿打完之后再搬 这个定型倒是比较的少见 我们一般见到比较多的是下力 那么黑旗搬明显是想抢先手 因为如果你不走的话呢 很明显白旗这儿断完之后 再一打这边打先手 以后往里面搬断 你打持 他可以在这儿跟你去做一个节 这个黑旗是特别的亏的 但是有了实战班这颗子做 硬衬最后 以后白旗啊 再想从这儿打的时候 黑旗可以反打 这个就是这手棋的精妙之处 两手棋交换 这个黑旗马上把胜率啊 又追成了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下一手棋 深圳旭回到左下 打完之后下力 继续捞空 白旗把这个右边头拍起来 这两个点呢 也是剑合啊 这个打完和这个右边 长头 两个点 必得其一 下一手 深圳旭 去夹了一个 这个右 左下角的白旗呢 也是只能当作孤旗去处理 那么下一手棋 飞头 黑旗跟着飞刺 这个棋是瞄着白旗的 这儿一个冲断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 本以为白旗会在这儿 比如说夹一手 黑旗沾 然后我再把这个给连回 这个可能是比较常规的 一个定型 但是在这个局部 谢科非常大胆的 去往中间跳了一手 这个棋之所以不担心 黑旗的这个冲断 主要是因为 黑旗右边的这个龙也不活 你被白旗先手攻过来的话 黑旗是相当危险的 并且左边这四个子呢 其实你吃也没有吃干净 以后白旗还有这种 三路靠的弹螺手段 所以说黑旗还是比较求稳 去往中间刺了一手 白旗大猪 黑旗再一冲 那么接下来这个白旗的处理 也是一个小手筋 如果你要是单挖的话呢 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 被黑旗往这一打一沾 白旗再一打 黑旗再一沾 纵然白旗可以站在这 对吧 我们先不说 以后这边被冲下来 这个白旗还是没办法连回 这还有一段 而且这个下方这个空 被黑旗以后再往这一逼 也是能乘一个十几 小二十木旗 这样白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说 谢科马上利用二路的断 再打作为一个手筋的组合拳 往这双 刚好可以保证联络 然后黑旗再一拐 白旗团住 这个地方呢也是 因为是个双仙嘛 你不走的话 被黑旗往这一拍 以后白旗左边的这个眼位受到影响 所以说先把这给团起来 白旗再一贴 这个贴同样也是一个先手 瞄着下方 黑旗的这手断 黑旗如果不走的话 被白旗一断 还是非常头疼的 你打持着它长 你提掉白旗往这一拐 这样的话 黑旗不仅大龙被切下来 而且这个眼位也受损 中央四颗黑子的气也是特别紧 以后被白旗往这一搬 也是特别的不舒服 所以说黑旗要往下方去补一手 白旗继续飞 边飞边出头边坐眼 而且还压缩黑旗 接下来黑旗去三路飞了一手 保证联络 白旗中央冲断 这个是谢科瞄着很久的一个手段 这个旗呢 黑旗还不是很好硬 如果说黑旗要是沾上方这个断点的话呢 那白旗就往中央去长 黑旗再一跳 白旗就只要切断你的联络 黑旗是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你再往外长 白旗就往这一跳 你左边同样也是回不去的 因为比如说你要是飞一手 白旗穿向眼 黑旗就形成了一个兄弟打架的局面 你跑哪边 那就影响另一块旗 黑旗如果说要是往右边去长 跟白旗形成一个对杀的话呢 那白旗就简单的冲一冲 断一断 你吃白旗就滚包一圈 这个时候其实白旗已经可以把你搬死了 但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 白旗可以在中央跳一手 这个黑旗同样跑不掉 而且中央这块面临被白旗一跳 切断的风险 所以说这个旗啊 黑旗的这个瞻似乎已经是不行了 那么实在呢 深圳旭从外面去打 那很明显局部已经出奇了 被白旗往这儿一拍 拍完之后再来一个断打 形成了一个双打持 黑旗保旗筋 提掉 白旗再一提 那这一连串可以说黑旗是 空的损失比较大 因为不仅是大空被白旗打穿 而且上方四个子 这个地方也是欠了一首旗没有去提 这一首旗的价值可以说是特别大 连同上方白旗啊 以后都不用再补旗了 所以说黑旗现在 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这个旗盘已经越缩越小 那么接下来 深圳旭也是使出了本局的胜负手 回到左下去跨端 这个旗呢 明显是瞄着白旗左边的两颗子 以及下方的这个大龙 就算龙杀不掉 能把左边两个子一抓 那么黑旗的空啊 也是缓和不少 所以说现在对于谢科来说 只要不死旗 那么这盘旗就可以稳稳的拿下 好 那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最终的屠龙之战 看看深圳旭的这个计划 能不能得逞 企友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节视频再见 拜拜 好 各位企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一盘 深圳旭对战谢科 前两年的一场往期赛 那现在深圳旭啊 全盘实地不够 他走的一手贴 这个就是想把左下的白龙 全部侵吞 那么这个局面啊 就到了最后阶段 谢科先扮二字头 靠了一手 这手棋可以说是个妙手 黑棋不太好硬了 首先呢 如果说黑棋要想跟白棋对杀 断上去 那么白棋一打一夹 这个黑棋已经不太好 去应对了 你冲 他沾 你再长 白棋一手贴就把你贴死 你搬 断完之后来一个滚包 黑棋被一气闷 这个不行 如果你要是不冲 你夹 白棋往这个二路一搂打 那么左边这块棋 白棋已经快活了 中央这块 以后的借用也是非常多 像这种什么跳啊 对啊 都是属于先手 随便飞一飞就回家了 你黑棋自身 旁边的这四个子 还得后手连回 这个黑棋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断不成立 如果说你要是外班的话呢 那白棋顺势一瞻 他的目的达到了 让你后手补一个 白棋中央 直接跳夹 把你这个直接夹死 打这儿 白棋沾 再打再长 这个棋 黑棋差一口气 不行 你吃什么 上面的这个双打就太小了 白棋只要把这个棋筋一跑 这盘棋已经赢了 所以说 黑棋无奈啊 不能给白棋有任何的借用 实战 他还是选择小坚一手 白棋沾上 这个小杰呢 也是瞄着下一手 这个段就可以成立了 那么白棋单瞻 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瞄着这一手跳夹 所以说黑棋马上拐出去 白棋二路一立 黑棋点刺完之后 再跳 这个地方 没有走这个跳呢 主要是怕白棋以后 这儿的一些先手啊 就是让你 可能回不去 就是白棋打持这儿 你要想杀棋 你得破眼 白棋这么穿一穿 黑棋还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说 与棋回不去 干脆就把这个眼位 给他撑出来 跟白棋 大龙进行最后的对杀 白棋切断 黑棋下一手战 这个也是破坏白棋的眼位 并且帮助自己长气 白棋一路搬斩 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黑棋必须补 不走的话 下一手棋 断完之后再一贴 黑棋 刚好差一气被杀 所以说实战 盛登序是唬了一手 你看白棋的这根棍子 气还是非常长的 那么接下来 只要继续出头 能联络最好 联络不上 就把这个气延长到 比黑棋多 跳一个 白 黑棋 直接冲断 冲完之后呢 其实这个断 现在也可以断了 只不过黑棋 先往上去交换了一手 跳了一手 白棋一跨 那么这个局部呢 黑棋暂时也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办法 你冲白棋断 你左边两个子要去补 上方还牵了一个打持 白棋可以连回家 所以说暂时动不了 这几颗白子 那只有先杀中间 断 白棋打完之后再沾 这也是一个步调 下一手瞄着中央的加持 所以说 盛登序得拐回去 白棋再往下跳 像这种杀大龙的棋 或者说逃大龙的棋 你就抓住别人 包围圈比较薄弱的地方 去冲击就可以 黑棋这儿 明显就非常的弱 他尖了一手 想要保证联络 白棋呢 是单冲了一个 当然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一些操作的余地 比如说白棋先断 但是我们验证一下呢 这样走似乎是不行 先断的目的 就是为了以后 比如说 在这儿 什么冲断之后 这种几做一些准备 但是这个是 有可能有用 也有可能没用 只是试一下应手 关键是 黑棋就算这样吃 你也没棋 你还是像实战一样 这样冲完之后再沾 黑棋就沾到底下 对吧 你底下打吃 黑棋长 再打吃再连 当你再搬的时候 黑棋一挖 这个白棋是完全回不去的 你这个走 走完之后 黑棋可以沾嘛 或者直接从这儿 一吃白棋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棋 断没用 实战 谢科 是往前冲了一手 然后直接开断 跟刚才的进城 是一模一样 再一沾 补断 那么接下来 可以说 到了最后阶段 深圳去打扫了 如果说 黑棋能站到底下的话 这盘棋 真的黑棋可能要翻 因为白棋底下两个子 你始终得补 对吧 补完之后 黑棋团一个 这两手棋交换 黑棋底下 已经任何毛病都没有了 接下来 就看右下角 这一块的死活 白棋要想杀棋 只能掐 掐完之后 黑棋只要注意 不要打这个就行了 因为打这个的话 被白棋往这儿 做一个结 这个黑棋没必要 你提结的话 白棋下方 有各种各样的本身结 这个黑棋肯定打不过 那么黑棋只要走哪儿就行了 黑棋只要团在旁边 再做半只眼 白棋要杀 只能掐眼 黑棋牵手冲下去 白棋得沾 关键是黑棋有一个 一路飞的妙手 这一手棋不但能帮助自己长气 还能快速的把白棋 二路一路的这个棋 给他收紧 白棋假如说跨下去 让黑棋连回 白棋再沾 黑棋收气 白棋再走 黑棋团阻 这样能确保里面 多了一口攻气 让白棋收气的时候 自紧一气 黑棋再收 白棋沾 黑棋再一贴 这个时候我们会非常发 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白棋 无论你打这也好 打这也好 黑棋只要一沾 你下面一口气 始终是不入气的 直接就被黑棋给掩杀了 对吧 你外面也没办法 长出这口气 长一个 黑棋顶一个 再一沾 白棋仍然不行 所以说黑棋只要一团 基本上 这个一火 白棋只能靠跟这个 左边的黑棋对杀 而左边的黑棋 是完全有眼的 这个杀棋 黑棋是非常有把握 但是呢 实战深圳叙事 没有团到这一下 他是往上去断了一手 这一手棋 怎么说呢 你确实可以近活 而且不用像刚才 那么复杂 还要跟白棋 收气收半天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白棋往这一挤 你得沾 然后白棋顺势就把这个气掉 而且还藏了一口气 气完上方这一块之后 白棋关键是没有进行 这个底下的虎 与黑棋的这个团交换 白棋现在完全可以夸下来 而且你要注意到 黑棋没有走到这 这个旁边两颗白子的气 是紧出来的 他这个断点是不用补的 对吧 实战 白棋往这一挂 黑棋得二路斑 那么形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 我们这个赤子手筋 就是这个相思断的形状 黑棋这个时候怎么样都不行了 你只有吃 吃完之后白棋一断 再提 对吧 白棋往这一退 黑棋这个棋筋被一吃通 左边也不用杀了 自然死亡 有的棋手可能会有疑问 那左边这块白棋 我再冲一冲 他到底能不能连回家呢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继续走 白棋一冲 你这两个子得连回 对吧 你得打吃一手 白棋马上来一步反打 你得提 提完之后 白棋沾是前手 你得断 关键是他三个子都不用掉 他提一个还是前手 黑棋再沾的时候 白棋一挖 大吃再一沾 直接把你四颗棋筋给吃通 所以说 你看深圳旭 本来是有机会翻盘杀大龙的 结果就是因为一手棋的失误 看上去是你净杀了白棋 但是由于一些次序没有交换到 导致最后出了一个相思段 当场崩溃 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那么 如果这个应试杯 谢科的状态也能如此治好的话 那就大快人心 好 那我们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旗友们可以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